政府推行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讓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用兩元就可以使用公共交通服務 不過票價優惠計劃就沒有涵蓋至紅色公共小巴 有業界人士聯同長者 星期六到政府總部外請願和遞交請願信 居住在南區的孫先生說 自己每星期平均乘搭紅色公共小巴5至6次 指紅色公共小巴教其他巴士優勝 不過車費相差頗大 如果是紅車的 早上它的價錢就是 譬如你在南區出去中環或者上環那些地方 它都要7元 如果巴士乘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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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既然紅色公共小巴好處這麼多 為何政府沒有將它納入票界優惠計劃入面呢? 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雄華解釋 政府指紅色公共小巴監管困難 因此沒有將它納入計劃入面 不過張雄華指 現時業界正申請推出一對紅色公共小巴車隊 事行參與票界優惠計劃 因為我們特應了政府接下來的補貼計劃 就會在紅色小巴推行 現在我們有批車隊都會參加這個補貼計劃 因為補貼計劃和尖小巴沒有什麼分別 也是要被政府監製的 收費路線各方面每年申報一次都被政府監製 張雄華又指因為部分紅色公共小巴路線集中在舊區 例如潮雲山和秀茂平 因此受惠長者大多數選擇乘搭票界一位計劃涵蓋的交通工具 包括九巴、城巴、地鐵等等 導致紅色公共小巴生意額下降了五成 因此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和業界達成共識 擴展計劃致涵蓋所有紅色公共小巴 Live TV記者劉立堯報導